要一次要几箱 比较重啊 那個只是一個 那個有重量 這個一個 你把重的東西都弄到全家了 13.8公斤 這樣一直吹一直吹 你一直吹一直吹 你確定是這樣拍的嗎 我不知道啊 那你們是不是這樣拍的 因為 我用自己的方法拍 Pure 89 暴力的人員啊 你一直拍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那邊唸你 他現在... 他現在為什麼只是長這樣 看起來像是什麼... 連駕了 啊 來 看看這個 怎麼開呢 開 你想要躺下來 開 好粗魯的傢伙 一路就唸你唸唸唸唸 一來克斯的APP只有2.3顆星 看起來評價不是很好 那還不如趕快包起來 退過了 開箱 怎麼拿起來呢 看來是麻煩的 而且它輪子是那種靜音輪子 是那種比較... 橡膠細膠的那種 軟軟的塑膠在外面 它是沒有煞車的是不是 所以我們還要煞車 到了一個點它還會亂滾 你的開箱還真是... 有夠爛的開箱 功耗40瓦啊 先放下來再拖 哇...你真的很奇怪 我是覺得你猜槍猜得很奇怪 那輪子...它怎麼感覺很不穩 你看...我想要... 我覺得有點頭重腳筋 哇...是金屬 是全金屬的啊 對... 看起來像645 它房間裡面就是... 我們家最乾燥的地方 你要不要聞我們欣欣空氣 真的嗎? 你被騙了 你入鏡了 你... 而且我怎麼覺得還臭臭 很像魚飼料的味道 我沒有感 你這麼愛它還親它 你是在幹什麼 當然還是不可能啦 它那麼重還這樣給你 會換掉啊 蛤? 那反正是要拉著走 這樣 是這樣嗎? 這樣嗎? 只是好看而已 開機 喔!PM2.5 PM10 TVOC 它有PM1.0耶 PM1.0是什麼東西 嗯...來看一下說明書 它完全沒有寫它的APP叫什麼名字啊 它只有告訴你 請到應用程式 然後去下載它的APP 然後卻沒有說它到底是哪個APP 然後登入 什麼鬼 難怪會被打兩顆心的垃圾APP 什麼 為什麼不能登入 沒寫 什麼都沒有 它說要距離牆壁 要30公分耶 它叫你要門窗緊壁才可以使用 下載伊萊克是Pure89APP 但沒有這個APP 它是在說什麼 還要我牆壺 換一個帳號 有夠廢人 不能換帳號是怎麼回事 整個APP的故障 對啊而且一定要建立帳簿才能使用 太爛了吧 它直接知道我手後裡個資 什麼鬼 為什麼WiFi打不開 你看我按著開機鍵5秒啊 沒有啊 你是哪一個軟體啊 為什麼看我長得不一樣 我到底有沒有想到 我真的覺得它這裡有一種 那個魚飼料的味道 沒有 那個不是一個空氣 啊它是空氣清淨機 結果它讓我們的空氣 都是魚飼料的味道啊 我要把這個APP打一顆心 連 我連平空氣清淨機都連不上 它一直轉圈圈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能幹嘛 但我WiFi的搜尋也不行啊 所以就造成我不行用 我爛APP 又要再掃一次 真的是爛APP 喔 終於連上了 真的是爛APP 給它一顆心 啊你連過了它還要再叫我輸入一次 這一台機器的 要連到我們家的WiFi 真的喔 真的很爛耶 它不是本來就這樣 啊你已經輸入過了 它還要再叫我輸入密模一樣 等你可以用的時候 我就不能用 所以變成 不能同時這樣 這樣 因為你現在可以了嘛對不對 對 變成我就不行了 10度71 溫度30度 這個是最大聲 我們把它調到50% 50%就沒有聲音了 50%就是電風扇比較吵 好 來開箱濾網 全新的濾網 如果說沒有裝置 怎麼又要重新來一遍 真的是爛APP 給它一顆心 竟然靈完了 還說沒有靈 我也只能拍拍手 海怕13級智能濾網 贈品又沒有幾百 還幾千兩塊 這好關心 那這個濾網可以丟掉了 好 好